各位老板好 老师好 然后我叫强生帅 来自美丽的黄土高坡 甘肃庆阳市 我初中没有毕业 在北京有九年的工作经历 曾经做过保安 保安队长 保安教练 后来在酒店里边做我们老板的秘书和 培训之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听完了强生帅简单的自我介绍 对吧 现在到了你们提问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 你九年前为什么选择来北京 初中没有毕业 北京有我的理想 有我的目标 然后想更独立一些 想自己去飞 然后就来到了北京 谢谢 那你好 那我来自网友乡 我们一共有四亿多的用户 那我想问一下你对像我们这样的互联网行业 是否有兴趣 谢谢你 谢谢 真的是厉害 太遭人恨了 对对对 这个员工太遭人恨了 但是以员工来说 不错 来 回答问题 像网易或者其他的这些互联网行业 你会不会选择 会 会选择 会 你能干什么 我能做创意 做创意 对 比如说 比如说我的创意可能不是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惊喜 或者收益 但是至少我的创意是来自我最真诚的那颗心 你这样就把所有的老板吓死了你知道吗 老板要第一是要有惊喜 第二是收益 他就要这两点 你什么都给不了人的 你说你做创意 你回答任何问题都在强调你真诚的心 你真诚的心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明白 我不怀疑你真诚的心 但是咱不能找工作说你的优势是什么 我有一颗真诚的心 你的能力是什么 真诚的心 这不行啊 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能也暴露出 它可能更加适合去做一个执行层面的工作 而不太适合去做一个创意类的工作 上一份工作是干嘛 最近的一份 酒店的老总的秘书和培训 为什么离开了 不错这工作 但是因为 我每天都需要去喝酒 每天都要喝白的 红的 皮的 然后掺起来喝 就是一段时间以后呢 就是胃 每天晚上就是胃特别疼 那你这个做总经理助理 这份工作做了多久 做了有大概一年多 一年多 对 你现在要找的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 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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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管理企业吗 这样 基层岗位做不做 不做 比方说 助理 为什么不做 因为我觉得 我不适合 给别人当助理 为什么 别人管不住我 OK 那我一个问题 那我一个问题 OK 就你一直强调管理 管理其实是关于制度 是关于规矩 对不对 很多时候一个人 我经常说的 他不愿意 不愿意接受被管理的时候 他也管不好人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 你真的要记清楚 我说的话的意思 并不是说 我的老板不能管我 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的能力 和我自己的 现在的一些 工作的方式方法 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 基层的管理者 而不是去做一个助理 对于你来讲 现在求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告诉我 心比较高 心比较高 学历比较低 对不对 你之前已经有过 九年的工作经验 你之前都没有职业规划过 那现在 你有没有正确地 规划你的人生 一到三年的 你的规划是什么 我觉得在我二十岁 到我二十五岁的期间 我能做到一个公司的经理 等我二十五岁 到我三十岁的时候 我能去 做这个公司老板的副手 三十岁到四十岁的时候 我想有一个自己的公司 四十五岁以后就退休 45岁就退休了 45岁就退休了 我找一个 可以去管理公司的人 去管理 因为我知道 自己的弱点在哪 可能平时在做助理工作的时候 接触的领导比较多 接触的成功人士比较多 逐渐地就把自己的视线 给架在那儿了 其实自己的真的还没到 你做行政类的管理 你有什么资质能力 我替你设个主题 就是行政工作 关键四条职能是什么 请回答 对不起 这个我回答不上来 那你做什么行政职能呢 做什么行政管理 管什么 你你心中的行政管理 仅仅是帮老板喝酒 帮老板开车 就是行政管理吗 你你就是这么认为的吗 我 是不是 我把你 行政管理做什么 做什么 你别告诉我 听人家说 你觉得 我觉得爱珍提的这个问题 爱珍 端正态度 态度不好 但是 问题很好 你觉得行政管理是什么 我觉得行政管理是更好的与公司的 连接起来各个部门的工作衔接 然后给为各个部门提供更好的后勤保障服务 好 这样 简单的对强政帅有了一个了解了各位 做初始判断吧 我再问一遍 一 基础的行政职位做不做 不做 不做 对 只做管理职位 对 二 薪资要求 四千 四千 大于等于四千 中层管理岗位 行政管理 十二位 你们做出选择 继续离开 选择 苏老师 奖兄帅您好 我觉得通过刚刚的谈话 你对植物跟头衔的虚荣心太强了 这点是让老板给你灭灯的主要原因 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在谈话交流的时候 没有切中老板想要的这个东西 这点 我希望你在待会谈话的过程中 直接说出来就会更好 好 还有四家留下来了 你要向他们展示 天生我有财 比如说你是总经理的助理 现在呢 总经理希望你明天组织一个会议 你会做哪些事情准备这个会议 第一 首先我要去检查布置会场 第二 我要把这个会议的通知 及时的下发到各部门 第三 在当天的时候 我要去跟踪和联系 各部门的主管领导和参会人员 及时到场 一个总经理的助理 安排这件事情和一个行政和一个秘书的安排 那这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我觉得是总经理助理是更多的是传达了总经理的一种心声 而秘书做的只是一个系统的一些程序化的工作 但我的心声是什么呢 你安排这个会议的时候 你没问过我的要求 我跟了您以后我就知道您需要是什么 谢谢 你的简历呢 就是你说如果有一个老板能听到你的心跳 怎么就算听到你的心跳了 我看到您非常有激情 您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充满了激情 充满了自己所看要达到自己的梦想的目标 而去全力以赴的用自己的全力去努力 去工作 我觉得这就是老板看到员工的一些心跳 我觉得就是这样 心声 心跳 来 两位 你这个人从头到尾 我感觉你很实在 那么你既然说了你想啊 就是值得你学习的老板 那么在座包括灭了灯的 你有什么目标吗 我觉得在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的沟通和老板对我提到的一些问题 也许我回答的不是非常的正确或者圆满 但是我从当中我能感觉到老板是否对我有了一定的感觉 了解或者是关注 盛夏 我看你简历 你写到了你应聘的第二页是质量检查 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质检的概念是什么 我愿意给别人挑脸 什么 他愿意给别人挑错 其实我看到他这一点了 我觉得他挺严谨的 而且心高 有点小气傲的感觉 但是呢 很认真 很爱学习 这样 但是我要把最后一个问题 梁静问向你 你能假设给他一个质检的工作 薪水能不能大于等于四千 转正之后 如果他质检能力非常强的话 可以给到四千 如果他就是普通呢 普通的话应该 我不会是普通 四十五岁能够退休啊 好 好好好 四位现在不问问题了 到了你们四位做出二次选择的时候了 如果你们的灯仍然亮着 那么 主动权将从你们手中转移到强声帅手中 四位 选择 还有三盏灯留下来 稍等江超有评论 兄弟咱们都是农村来的 就是在北京混都非常不容易 鲁迅有一句话说得好 就是小伙子敢于正式 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式淋漓的鲜血 我想你应该把姿态就是放低一点 今天有个工作 咱就去干去 人质低则无敌 把姿态放低一点 有功力 我也希望今天所有的老板 在非你莫处一中年的时候 就是哪怕咱们是做公益 因为这个小伙子今天初中毕业 来非你莫处舞台 已经是个爷们 他说的是大实话 有的时候 但是呢 心里面有理想不是错识 是 好不好 是 来职位 聚焦摄影给您提供的职位啊 是我们成品部主管的一个职位 好 来一次聚焦摄影 华奇 华奇给你提供的呢 是在工厂的一名品控人员 嗯 就是这些 工厂的品控人员 谢谢 来 尹峰 咖啡之意 就是来了这么多起飞里莫属 我会发现一个问题 有时候在舞台上表现的特别完美的背后啊 其实还隐藏了很多东西 有的时候在舞台上表现的不是那么完美 反倒显示出他很多真实的东西 我常常会在里面去挑一个人的亮点 老板不就是这样吗 知人善用 不断的让你的下属扬长必断 自我夸奖的时间结束了 来说职位 我就是向他表达一下我在阅读他 我在听他的心声 心跳 听他的心跳 我有两个职位给你选择 第一个是培训部的新员工培训工作 第二个工作是营建工程部需要监理助理 华奇 咖啡之意 聚焦摄影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一盏灯灭掉 谢谢你 两家留了下来 聚焦摄影 咖啡之意 你要和两位女老板 谈钱不上感情 我给你的薪筹是 三千底薪加一千绩效 那么在试用期呢 是三个月 试用期三个月期间是八折 两份工作的底薪都是三千左右吧 前两个月试用期要回湖南长沙总部 培训 未来的工作岗位到时候待定 北京天津长沙都有可能 我能听到你的心跳 15秒钟的思考 然后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聚焦摄影 咖啡之意 还是谢谢 再见 聚焦摄影